前两天,我老公神神秘秘地跟我说 人家送了他两张Connect冰球VIP包厢的门票 但是我们家一家四口怎么看呢 老公说,要么不带孩子就咱俩去 我想了想都春假了,也没跟别人家一样带孩子出去玩 怎么个冰球还不带着去,这俩父母多少有点那啥了吧 于是啊,决定不行咱买两张吧 反正包厢,看冰球,看球赛,还有看演唱会我都看过了 不然就老公带着我们家那没咋见过世面的老二一起去吧 我和老大坐外面 老公一听,那哪行啊 老婆和老大坐外面多委屈 那必须得一家人整整齐齐地做VIP包厢 于是啊,就打开了电脑开始找票 不看不知道,一看下一跳 这连吃带和VIP包厢的门票居然要500多亿张 两张就1000多枚了 想了想,嗯,谁跟钱过意不去啊 既然都委屈了 那就直接干脆买最便宜的100多刀的门票好了 到了会场啊,老二不知道是害羞还是怎么的 知道VIP包厢里都是爸爸工作的合作伙伴之后 坚持要跟哥哥做一起 怎么都不跟爸爸一起去包厢 得,这大便宜又落我头上了 要说为啥VIP包厢,你都在山顶上了 为啥离场地那么远还卖得这么贵 我上来啊,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原因 其实主要第一,是事业好 虽然它是在山顶,但它是突出来的山顶 就是第五层上面实际上你以为天花板的地方是我们的地板 它的观赏距离呢,是跟前排非常近的 从上到下一览无云,没有人挡着 第二呢,那就是舒服了 你看比赛呢,就坐在前排这两层玻璃挡板的位置 一排呢,就几个座位,相当的舒服 前面坐累了呢,还有后面的沙发可以坐 有独立的厕所,不用跟别人一样大排长龙的等厕所 而且还有专门的吧台,啤酒,饮料,吃的,任您选择 当天的比赛啊,因为先安排孩子入座 我俩再去自己的VIP房间 所以一坐下来就开始唱国歌了 唱完了,刚拿起苏西塞嘴里 还没咽下去的功夫 哇,就开始鸣笛奔气了 给我惊呆了,这什么速度 然而,我万万没想到的 这也就是当天唯一的高光时刻了 当然还有后面几次要打架的场面 结果都被裁判给拉开了,小失望 大家看冰球不就是为了看看打架吗 最后一分钟把守门员都换下去了 六个球员猛攻愣是没拿下一分啊 最后2比1,输了比赛 虽然咱不是Connect的狂热分 但是输了比赛多少还是有点失望的 怎么说呢,就当是今天花200多出来 来当趟吃了顿资助好了 好了,关注特资姐 带你吃喝玩乐,聊北美 我们一起吃喝玩乐,聊天我们的 fines